春日暖阳下的坟河波光连连 一群白鹿悠哉地在水面上休憩 时而夺步 时而低飞 它们已经成为坟河上别样的风景 坟河岸边一字排开的长枪短炮 正是这一群摄影爱好者们 用自己的方式对这些小精灵的到来表示欢迎 今天这个是什么鸟啊 今天这是大白鹿和海鸥 洪水鸥 一直在这一片活动 就是冰箱坠了 它们就会慢慢地都来了 这些鸟也比较挑剔 因为好的环境 它会吸引这些鸟 灯台确实大改观 你看那个黑的 国家一级保护中美 一块 级别跟大熊猫一样 苍鹿啊 白鹿啊 以前这样吧 这地方就没有海鸥 你看今年就有海鸥了 那个小五点 那是海鸥 以前就见不到现在 现在环境好了 可能都来了 除了摄影爱好者 很多路过的市民也都纷纷拿起手机 定格下这美丽的瞬间 大家都被眼前的美景所吸引 更爱上了生态宜居的太原城 摄影爱好者李峰告诉记者 这两天 它镜头里的真心鸟类越来越多了 前几天 它就用无人机 记录下了一大群天鹅来静阳湖歇角的壮观场面 不敢紧扰它 所以很信用的 虽然远 但是我排到了 排到了这一群天鹅 很珍贵 很珍贵 太原市的城市 城市景观也好 城市那个环境也好 面貌也好 变化很大 而且这个咱们市民的保护这个意识也强了 鸟类越来越多了 不从太原都能排到很多的那个美景 据了解 这一群天鹅大概有近千只 是近几年来 静阳湖歇角的天鹅中数量最多的一次 静阳湖是19年 19年的7月20号正式对外开放的 它是基本上从20年开始 至第三年嘛 每年这个点 并一画这个点 它们都要过来 一年比一年多这个量 而且时间是越来越长 近年来通过生态治理 生态补水 建设生态鸟岛 鱼类投放等多项措施 极大改善了静阳湖的生态环境 焚合也做了大量的生态修复工作 让焚合的水质好起来 水量增起来 风光美起来 目前 我是园林绿化覆盖面积逐年增加 蓝天白云已经成为市民生活常态 再加上每年南千北飞鸟类的驻足增色 这些也都成为我是全力推进四制一体 打造一居一夜一游城市 在线锦绣碳原城盛景的生动权势 快车记者照下子虞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